嗨 各位品官简直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黄峰玉老师 恭喜各位 贺喜各位了 为什么呢 5月5号是立下 立下呢 在这一波疫情当中呢 就是像黄老师所讲的一样 起乘转核的转 的最后一期啦 叫做急转直下 诶 比较紧张 这个急转直下 指的是病毒肺炎呢 他个人本身呢 要急转直下啰 就是说我们零确诊啊 或者确诊病例呢 会大幅的减少 然后呢 康复的人数呢 会大幅增加 虽然呢 在这个时期呢 我们开始可以呢 放一点心了 但是不能够完全安心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因为这个月份呢 叫做四月 四就是乙经的乙 把它合在一起那个四 这个月份 有两个月份哦 四月这个部分呢 用蛇生虾来讲的话呢 叫做蛇 恭喜属蛇的朋友呢 这两个月份呢 是超级的好 为什么超级的好呢 无论是工作 爱情 事业 健康呢 他都非常旺 为什么呢 因为蛇吃老鼠 今年是老鼠年 而我们呢 这个蛇呢 是吃老鼠是吃的天经地义 而且这个月份呢 有很大的一个重点 就是脱节跟反脱节 是集中在一起 所以他的运势呢 是特别特别的旺 如果你之前就有努力的 上面呢 会看在眼里面 但是这两个月份呢 还不会把你生上来 要等到端午节 甚至中秋节以后呢 才会把你生光 那桃花部分来讲的话 因为蛇吃老鼠嘛 也就是说 你所追求的人 或是说 你所在意的人 如果您呢 是水到渠成的也行 或是林门一角也行 可以利用这两个月份呢 去表达你的意识 你的意象 那么呢 成就好因你的机会呢 就特别特别的高 那健康的部分来讲的话 因为蛇吃老鼠嘛 所以基本上你的精力都会旺盛的 甚至你体力会很好的 记得要去运动 发泄一下 不然我稍微收不着哦 在这两个月份当中呢 投资理财方面呢 会稍微比别人旺一点 所以您 头脑清楚之下 所做的投资呢 所以稍微大胆一点点 钱财可以使用的范围当中呢 尽量使用 不要借钱投资 那么你的钱财会比 别人会旺那么三分 也恭喜数捷的朋友 在这两个月当中呢 非常非常的顺利 非常非常的好运 那记得把握哦 接下来呢 要跟各位讲呢 这两个月份当中呢 有三个生肖呢 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第一个生肖呢 就是我们的羊 羊呢 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虽然羊呢 刚从上个月份的天头地网 挣脱出来而已 但是呢 刚挣脱出来嘛 毕竟伤痕累累啊 要疗伤嘛 这两个月份呢 疗伤月 疗伤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要继续教训啊 把过去不对的事情呢 稍微平心静气以下 好好去思考 我哪边对了 哪边错了 那通常两个月份当中 前一币个月份呢 就是这个月份呢 真正的舍月当中呢 你要疗伤 你要痛下决心 你要反省自己 痛及吃痛之后呢 才能够再出发 那在第二个月份当中呢 你才有贵人可以帮助你 像罗志祥先生呢 他是属羊 疗伤的过程当中呢 他去思考他的下一步 因为罗志祥先生呢 他的格局当中呢 五行当中太集中在于 三个金额 也就是说有这种格局的人 他容易得幼症、肇育症 所以我曾经说过 罗志祥先生他对爱情呢 是没有安全感的 但是以罗志祥先生来说的话 他碰到第二个困难点 就是他流年呢 轮到的死运 那也就是有两年的困局 所以我认为呢 从今年开始算 今年、明年、后年 这三年呢 算是应该他最不好的时候 那么至于罗志祥先生以后 会不会重新再开始他的 引益生活呢 陪你几个人也曾经说过 第一个 从民国九十年以后呢 不管男生或是女生 只要碰到桃色纠纷 桃色绯闻 一般来讲他就是没有 我这边讲的没有运是这样子 不是说他没有工作啦 举个例子 阿翔 举个例子 谢欣 也就是说 他们或许还有一些工作 可是 跟他们顶峰十几来比的话 可能只剩下十分之一而已 不至于消失掉啦 但是 从天王 可能就变成帝王了 这些东西呢 给各位做得很好看 九十年以后 只要发生这种桃色纠纷的 都是如此 那第二个呢 因为流年落到 不好的位置 而这 罗志祥的字这个字呢 明年属牛的 明年是流年 也是不好 所以最起码最起码明年呢 都还在谷底 所以我认为这一波呢 他呢 就是差不多该休息的 所以记住 不要搞被人 否则你的运 就会没有了 那第二个生肖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龙啦 为什么呢 龙呢 刚从本命月振脱出来而已 可是到这个蛇这个月份 来讲的话 对龙而言呢 他是降格的 因为你看天上的龙 变成地上的蛇 他是降格的 降格之外呢 你所有的运势呢 都会降一阶 什么叫降一阶呢 也就是说 你应该赚到一百万了 突然间只剩下五十万 莫名其妙的费用都增加了 那原先呢 赞同你的人 认同你的人 就开始不怎么认同你的哦 最属龙的朋友们 如果你是已经获利者的 那你要注意后面的分析 后面的你的表现呢 要稍微呢 谨慎一点 也就是说呢 防腐为真 防过来的 就不要再积极的去进攻了 就开始要怎么样 简好就收 简单讲就简好就收 那如果你是硬是差的龙呢 那前几个月也没什么好过的呢 这时候呢 你反而呢 可以以退为进 以退为进 表示你的委屈 那以退为进当中呢 去积极争取所盖要的东西 那我们代表性人物是谁呢 就我们的周扬青小姐 他属龙 那对他而言呢 你说是他差呢还是好呢 我觉得他两者都有兼具 所以我会 告诉周扬青小姐呢 见好就收 见好就收 这样知道吗 那也要以退为进 有些事情呢 你就让别人去讲就好 你就委屈一点 那这事情呢 不要让人家认为你是非常强势的在主导这事情 这样就行了 所以属龙的朋友记住哦 不要让人家知道你在强势的主导这件事情 你要以退为进 或者是谨慎 那这样子这两个月份当中呢 你就可以安然度过 降格也不会降太多了 属猪的朋友呢 要记住了哦 因为是一个对冲太岁月 什么叫对冲太岁月 你去想一想 两辆火车 普悠马直接对冲 这个威力有多大 相当相当的大 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呢这种两车直接对冲的这种压力呢 会不会很大 当然大啦 我开这车 前面一部车这样子要跟我对冲 我当然压力大到不行了 所以属猪的朋友呢 在面对这种压力呢 现在才第一个月份开始而已哦 你就一定要提高警觉 可能你会加班加到晚上12点 可能你的老板交到你的工作 你可能做不完 可能呢 你的爱情呢在这时候发生争吵 好这些就都是属于职球对决的情况之下 你必须要一一去解决它 要用你的思考 跟你的EQ去处理它 也就是说 这两个月当中 EQ这种情绪管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属出这两个月呢 叫做直接对冲月呢 是EQ情绪管控最重要的月份 好所以我们的科师长要去注意了哦 你的EQ管控 以下这两个月份当中 非常非常重要 要不然你的成败就是在这两个月份下定论了 桃花还运动好像很不少 所以这是也要注意的事情 那么在这两个月呢 说过了意外不是意外哦 什么意思 是人为的哦 所以它的桃花其实基本上都是属于个人人为所产生的 不是那一种随便的桃花 那么在这两个月当中 柯文哲市长呢 必须要面对面职球队的 像这一次的意外公安事件 甚至于后面两个月的事件当中呢 都还会层出不穷 所以呢建议呢 柯市长呢好好专心在市政上面会比较好 简单说好了啦 这两个月呢千万不要乱跑 不要一下子跑屏东 一下子跑高雄 那个没有用的 这两个月呢 我会奉献柯市长呢 好好在台北市政上面好好待着 哪边都不要去 因为这两个月真的是意外一月 意外连连 包括民众党里面的人员呢 桃花不断的部分呢 还会再发生 事实上不会断的 那除非呢你呢 守身如玉 然后呢是谨慎再谨慎 不会被抓到 那不然在这两个月份当中呢 你这种 应该会受到蛮大的考验跟挑战的 在这边呢也要呼吁 所有属猪的朋友呢 这两个月当中呢 不要逃脱 不要逃却 不要想要逃离这个战场 没办法 你逃不了的 所以任何事情你都要直接去面对它 好好去想 好好去做 然后再怎么困难 再怎么艰难 都要度过这两个月份 过两个月份以后呢 属猪就海阔天空了 以上的分析呢 仅供大家做参考 谢谢各位